嗨,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上課的時候 因為Demo Github 的時候被助教弄亂了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就重新錄一段視頻 來跟大家交代一下我們 Github 這個協作平台的做法 好,那麼我們講解 Github 之前 我還是先提醒一下大家 我們這個禮拜整個作業的內容 我們到我們單元的網頁來 然後往下捲,你就會看到這一週的作業 那我們的第一個作業是個人作業 我們今天重新再講過的這個02b 我希望大家再做一遍 然後把NIC出來的HTML 前面加上你的學號 把它送到雲端的檔案夾裡面來就可以了 這是這個禮拜的個人作業 那至於小組作業 當然我們希望每個組員都在電腦裡面 把Gith這個軟體裝起來 然後你需要 裝好Github之後 你就可以從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這個影片裡面就會教大家 怎麼樣在 RStudio 裡面建立你的 Project 然後連上 Project 然後這個禮拜的話 以小組為單位 你們需要建立一個 Unit in 2 檔案夾 然後把這三個 Assignment 都做好 對不對 原則上你做完了之後 就會有三個 RMD 然後有三個 HTML 然後這些 File 就要擺在這個資料夾底下 然後 Push 到 Github 上面來 這樣 那我要再提醒大家一遍 就是說 大家用這個檔案夾的名稱 然後這個檔案名稱 那務必要跟上面指定的這個名稱都一樣 那因為到時候我們這個檔案 Push 上去之後 會需要做這個主監的這個互評 那你這個檔案名稱寫的不對 你會讓別人找不到你的 File 這樣子 那我再講一遍 所以我們這個禮拜上傳這些 File 的時候 那務必你使用的檔案夾的名稱 還有這個檔案的名稱 連大小寫都要完全一樣 那麼這樣到時候我們互評的時候 人家才找不到你的 File OK 好 那以下這個錄影 以下這個視頻呢 我們介紹大家一下怎麼樣到 Github 裡面 然後 Create 一個 Project 然後把這個 Project 連到我們的小組的 Repo 接下來我們怎麼樣把每一週的作業把它上傳上去 那當然要到 Github 裡面 你現在要到 Github 的網站來 它是 Github.com 那你到這個網站的時候 你會看到類似像這樣 它會叫你 Sign up 這樣子 那對一般來說 你應該已經申請過了 CAN 了對不對 假設你已經申請過了CAN 你就按這個 Sign in 這就表示你要 Log in 那打你的 Github 的名稱跟 Password 這樣 然後就 Sign in 進去 好 那你 Sign in 到這邊都說了 因為助教已經把你加到我們 Group 裡面去了 你應該會看到一個 2019 BAR 然後 BAR Underscore Group 然後你的 Group Name 這樣 你只會看到一組 因為我是老師 所以看到很多組這樣 OK 好 然後你要先點這一篇 那麼照理講 因為你 你一開始的時候這裡面還沒有任何東西 所以你只會看到一個 這些 information 其實對你就沒有什麼意義這樣子 好 那我們 Github 我們暫時先做到這一邊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要到 RStudio 裡面去 然後 Create 一個 Project 連到這邊來 好 那我們要到 RStudio 之前呢 那你不要忘記先把這個 HTTP 的這個網址 先把它 copy 下來 因為等一下我們就是要用這個 HTTP 的網址 來 Create Project 好 那 我們切完到 RStudio 以後啊 那基本上我們要在 RStudio 裡面 Create 一個新的 Project 那把這個 Project 連到你的 GitHub Repo 那接下來你這一整個學習所做的每一個單元呢 就都放在這個 Repo 裡面 那 Create 這個 Project 的方式是在這邊 你按一下 File 然後 File 裡面會有一個 New Project 然後 New Project 的時候它就會跑一個 Create Project 的方法 那我們要按 Version Control 然後我們要用 GitHub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剛剛不是 copy 了一個 URL 嗎 要把它貼在這邊 OK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 URL 貼上之後 通常它就會根據你 URL 最後我們這邊 去產生一個這個檔案夾的名稱這樣子 然後它會幫你放在 它會幫你選一個 呃... Project 要放在哪個 呃...植木下面的家 那因為我現在是要放在 我現在是要放在我的這個 G 的 呃... GitHub 底下嘛 所以我就把這個植木選好這樣 所以你選好了這個 原則它就會在這一個 呃... Past Name 的後面加上這個來做 檔案名稱 然後就會把這個 Project Create 在這個檔案夾裡面 我們按 Create Project OK 那這樣子呢 它基本上這個 Project 就已經 Create 好了 好 我們稍微等一下 呃... Project Create 好之後呢 它會跳到這個 Project 裡面去 所以你現在其實是在這個 Project 的檔案夾裡面 呃...你一開始就會看到有兩個 File 在這邊 這是正常的 好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要在這個 呃...這個 Project 的 呃...檔案夾裡面呢 呃... Create 可以用這個單元的這個 檔案夾齁 所以... New Folder OK 那檔案夾 Create 起來之後 那應該你已經是從我們的 啊...單元網頁這邊已經把 啊...把我們這個單元的 Zip File 扣下來 對吧齁... 所以 Zip File 裡面的內容就是這樣 啊...我們把它扣到這個檔案夾裡面去 啊... 在 Windows 裡面的話 你就是要先找到那個檔案夾把它扣進去 對不對 啊... 我是把它擺在 E 的 G 的 啊... 這邊有一個 G 號 啊... 這個檔案夾事實上就是這個檔案夾 我把它貼進去 啊... 好... 你可以看到說我們在... 呃... 這邊做完的時候 你進到這個檔案夾裡面來 啊... 你其實就會看到這些 File 已經在 R Studio 裡面了這樣 好... 那... 呃... 我們把 File 扣到這個檔案夾裡面之後 呃... 接下來你做的所有這個 Programming 的動作呢 呃... 你可能... 寫程式啊... 做修改啊... 你就... 就照做就對了 就當作沒有這件事這樣 那... 等到你做好了呢 最後要交上去的時候呢 呃... 這個... 我們上課的時候已經講過就是 你要做 Github 其實是兩棟 對不對 你要先把你想要... 穿上去的話 要先 Commend 然後再把它 Push 上去這樣 啊... 好... 那假設你現在這個... 程式已經做完要送上去了 那你就要在這邊按這個 GIT 這個 NU 讓你就可以看到一些... 一些 File 那你第一次做的時候呢 呃... 會看到這個 Project File 跟這個 Ignore File 要勾起來 然後這個就是你這一次... 呃... 在單元二這個 File 對不對 那你就要勾... 因為它這個檔案夾啊 你一勾的話 它會底下所有的 File 啊 通通都會... 它都會想要把它 Commend 上去啊 那事實上我們的 Project 裡面呢 其實這些 Data File 我們是不需要... 送上去 因為 Data File 很大啊 通常我們送上去的話 會花很多時間 Commit 有時候還會... 失敗這樣 所以我們要先把這些... CSV 的 File 啊 把它... 把它... 勾掉這樣 OK 所以你看這個 Type Data 都勾掉的時候 這整個 Data Direction 它就不會 Copy 了這樣 所以我們真的要 Call 上去的啊 應該就是... 呃... 這些... RMD 跟 HTML 的 File 你確定說你要... Commit 的內容搞清楚的時候 你就按這邊有個鍵叫 Commit 那... 通常你需要 Commit 的時候 它會叫你加一句話 這樣 如果你是第一次 Commit 我通常就是會打 First Commit 這樣 這樣... 然後 First Commit 之後你按 Commit OK 那... 成功的話就... 大致上... 直接把它 Close 掉就可以了 那... Commit 完了之後 我說過你... 那... Github 要 Call 上去 是一個兩動的工作 你 Commit 完之後要做一個 Push 然後... 所以我們按一下這個 Push 好...那成功的話大概就是這樣的畫面 你把它 Close 掉就可以了 那...這個... Github 的這個... 介面就可以先把它關掉這樣 好...那你就會看到 Git 這邊啦 那...除了這個我們不要 Call 的東西之外 其他的東西都已經 Call 到... Github 上面去了這樣 好...那... 那...現在 Commit 完了之後呢 我們到 Github 裡面來 那... 稍微點一下這個... 呃... Coding 的這邊呢 你就會看到... 你剛剛傳上來這個... 檔案夾已經在... 呃... 雲端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檔案夾裡面 那你的 File 都在這裡 那... 事實上這每一個 SCML File 它都會有一個... 伴隨的這個網址這樣 意思就是說你 Push 到 Github 上面的東西呢 其實大家... 就... 所有人其實都可以知道這個網址的人 都可以看到它這樣子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靠這個... 來做這個... 好... 那... 接下來我們回來... R Studio 這邊 那... 假設... 我們現在... 做作業的時候寫了一些... 寫了一些東西在上面這樣 這樣... 我隨便稍微改一下 然後把它改成... 這樣好了這樣 然後... 改完了之後你就... SET 它 對不對 SET 完了之後 你...如果還在 Gip 這邊 你就會看到說... 你有改變的 File 它就會變成是藍色這樣 這樣... 那... 改完了之後我們還會做一個 Nick 的動作 那... 你 Nick 下去的話它會產生一個新的 HTML File 對不對 所以這個 Nick 做完的時候呢 你等一下會在... 在 Git 這邊呢 也... 也看到一個... 也看到一個... 這個 HTML 的 File 這樣 我們等一下等它做完 好了... 那... 等這個 R Studio 這邊的 Nick 的動作做完之後呢 你... 這邊就會看到有兩個... 那個藍色的 Box 那麼這個其實就是... 這個 File 是因為我們剛剛... 呃... 改過對不對 那... 然後... 這個 File 是因為我們 Nick 完了之後 產生出來的 HTML 那我們把這兩個勾起來 那一樣... 一樣是要先 Commit 然後再做 Push 這樣子 那我們先 Commit OK 那... 你要 Commit 的時候 你喔... 我需要寫一些什麼東西 你就... 你就要講說我這次改了什麼東西 這樣子 改... 改了一些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你就... 打錯 這樣 然後... Commit 那 Commit 完了之後 我 Close 掉這個... 地方 然後按 Push OK 那一樣的啊 Push 完了之後 我們 Close 掉這兩個視窗 你就會看到說 這邊... 其實就沒有這個... 你有改過 然後還沒有 Push 之前的 File 在這裡 那裡面上這邊就只剩下... Data File 還有... 我們之前放在... 呃... 我們的這個... 目錄上關的這個 Style 跟 CSS 這兩個 File 這樣 好... 那基本上這個就是... 我們... 在 R Studio 裡面... Create Project 然後開我們這個... 每個單元的 Directory 然後... Commit 跟 Push 的動作 Commit 跟 Push 的動作 都... 抹茶 溝通 好... 好... 好...